在這一齣歌劇裡面,北利尼他非常喜歡用分散和弦來作為他的伴奏 你待會聽不到一開始的時候,在伴奏的音樂裡面你會聽到 這個就是分散和弦的伴奏的方式 在聖節的女神這一齣擁彈調裡面,你會聽到他一直不斷地在用分散和弦作為他的伴奏 來,我們來聽聽看 我喜歡聽到學樂器,一直出現了分散和弦的伴奏在那個主旋律的下面 在聽聽看,我們也會聽到正常的音樂 中間,不講話,不講話 我喜歡聽聽看,跟他聽聽聽聽 我喜歡聽聽聽聽聽 我喜歡聽聽聽聽聽聽 我喜歡聽聽聽聽聽聽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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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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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在诺马的这一出歌剧里面 北利尼它的旋律写得非常的华丽动人 我们在之后再听的时候 你刚刚在听那个圣洁的女神的时候 应该就多少可以感受到 我们之后再听的时候 你可以有更强烈的感受 那么除此之外 它在音乐当中去呈现那种爱情仇恨和宽恕 诺马它原来它是这个罗马驻当地的总督 叫做波利奥内的地下的夫人 那他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就没有想到波利奥内要回到罗马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要带罗马回去 他看上了这个高卢的这个教里面的 另外的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个女祭司 所以当罗马听到 他要带另外一个年轻的女祭司回去的时候 他心里面恨得不得了 他就跟这个波利奥内说 你如果不回到我的身边来的话 我会想办法报复我 所以当他跟他的族人说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名字 这个是一个背叛我们宗教的女祭司 我要用她来火祭 波利奥内在旁边吓得要怒 心里在想 你千万不要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可是在那一瞬间 莫马他又在讲 他心里在想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用什么权利去责怪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所以在这一瞬当间 他就把仇恨放下来 就选择宽恕了 然后我们在这整齣剧里面可以看到 一个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个剧情的张力 那在这一齣剧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预告女性主义的来临 女性绝对不是弱者 女性在这一齣剧里面 她是占了一个相当主导的 相当强势的地位 当高度的人民 在决定要不要 要不要向罗马的驻军进攻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经过她的女祭司 去求神问普 必须要经过她的同意 好来 这一齣剧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唱的演唱 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美声歌剧 那诺马需要一个全方位嗓子的女高音来演唱 我们知道诺马在这一齣剧里面 她有的时候是呈现戏剧女高音的感觉 有的时候是抒情女高音 有的时候是花腔 我们之后再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那除了这个之外 波尼奥内喜欢上的另外一个年轻的女祭司 叫做阿代吉沙 阿代吉沙也非常的难唱 所以她同时等于需要一位女高音 需要一位次女高音 而且两位都要是那种唱将型的才有办法胜任 所以这一齣诺马 她不太常在这个歌剧舞台上面出现 虽然她旋律非常的美 那北利尼非常的喜欢她这一齣歌剧 她说我所有的歌剧都可以抛掉 只有诺马 我觉得她还有传世的那种价值在 可是很抱歉 手演失败 为什么 因为太难唱了 太难唱了 那那个女高音还有歌剧里的 这一齣歌剧里的其他的这个角色 在还没有手演之前拼命的练习呢 就等到那一天正式要演出的时候倒嗓 所以手演就失败了 可是之后还是证明这个 北利尼的诺马是写得非常好的 那么在这一处歌剧里面 还有一个难唱的地方 是它的宣续调 我们在讲 在歌剧有两种唱的方式 一个叫做永叹调 是用歌曲的方式在演唱的 对不对 另外一种对话的方式 我们称作宣续调 在莫达特的时代 宣续调是用那个大剑琴在伴奏的 可是北利尼在这一处歌剧里面 它的宣续调 几乎都是没有伴奏的 来 我们来听一段它的宣续调好了 让你了解它是怎么样的没伴奏 我们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发现了吗 它是没有伴奏的 这个是洛马的另外一个特色 还有特色 它的另外再来一个特色 它有很多的去 很多的永叹调 它都给它一个独特的顽固伴奏音型来做 作为伴奏 什么叫顽固伴奏音型 我们在讲 同样的一个节奏音型 一直反复不断的出现的 这样的叫做顽固伴奏音型 那么在洛马里面 北利尼用了很多顽固伴奏的音型 来 我们来听一段它的顽固伴奏音型 伴奏的这个 伴奏的曲子 叫做仪式已经终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听到顽固伴奏音型 刚听完了这一段之后 你心里会不会 我现在在问你说哪一个旋律 是刚刚一直反复不断出现的 脑海里面会不会出现 这个通通都一样 这样的在音乐上面 我们称它做顽固伴奏 这个是它另外一个特色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刚在介绍那个 圣洁的女神的时候 已经介绍了 她或者是用分散和弦 作为她的伴奏音行 可以吗 好来 这个是诺马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今天下课之前 把诺马的几个重要的角色介绍一下 我们下个礼拜再复习的时候 你就不至于对她太陌生 诺马 诺马就是高鲁国的人 信奉的这个特鲁伊特教的祭司 那么她是细菌女高鲁 除了诺马之外 破利奥内就是驻扎在当地的这个罗马总督 她是一位男高鲁 好 然后阿达吉沙 阿达吉沙就是破利奥内后来打算劈腿的这个年轻的女祭司 她是次女高鲁演唱的 那再来一个是奥罗维索 她是大祭司 她是诺马的父亲 她是男帝英 然后再来是波利奥内的朋友 这个波利奥内朋友 其实在这个歌剧里面出现的次数并没有那么多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克洛蒂德 克洛蒂德是诺马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密友 诺马不是瞒着她的族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吗 对不对 那她的两个孩子就是克洛蒂德帮她照顾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诺马的秘密只有克洛蒂德知道 那我在看诺马的这一处歌剧的时候就发现 高鲁的人都穿着那个宽宽大大的袍子 有没有 难怪生了两个孩子还没有人气到 怀孕的时候都被袍子盖起来 好来 那我们就下一个星期 我们来看诺马